不久前的2024年4月13日 伊朗史上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 虽然以色列及其盟友声称拦截了99%的导弹和无人机 但标志着德黑兰方面已经不再距离于通过代理人与以色列叫板 是两国对抗中的一次范式转变 而这次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及外长在直升机事故中突然罹难 世界的目光再次拒绝到伊朗 伊朗1935年被外界称为波斯 抵触西亚伊朗高原之上 气候沿了干燥 被靠里海 南边波斯湾和阿拉伯海 国土总面积约为1648195平方公里 居世界第16位 总人口约8318万 东陵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东北与土库曼斯坦接郎 西北面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接郎 西街伊拉克和土耳其 伊朗是一个由什叶派主导的伊斯兰共和制国家 伊斯兰教在伊朗拥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 是公共生活的最高准则 伊朗最高领袖是伊朗政治宗教的最高领导人 也是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 实行终身制 首任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 并逝于1989年6月3号 第二天 专家会以推举总统哈梅内伊 为最高精神领袖 一直担任至今已经85岁 数十年来 伊朗一直被认为什利巴南 叙利亚 伊拉克 野门 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暗中支持者 除了中东地区 俄乌战争开始后 伊朗也被指向俄罗斯提供查达一体乌兰机 伊朗这种退居幕后 改为代理人模式的外交行为 这伊朗原本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 在近年来不断重新定义伊朗 长期以来 以色列一直视伊朗为最大威胁 伊朗总统伊巴拉辛·莱西就痛批过以色列 亚迫巴勒斯坦来民75年 这位63岁的强硬派政治重量级人物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的天兰继承者 莱西1960年出生于伊朗第二大城市 什叶派圣地马什哈德 父亲是神职人员 在他五岁时去世 15岁的莱西就继承父业 去著名的库姆宗教神学院学习 并失踪当时几位著名穆斯林学者 在学生时代就曾参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当时西方支持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 国王被迫出走 刚刚二十出头 就连续在几个城市被任命为检察官 直到前往首都德黑兰丹兰副检察官 1988年的五个月里 他是负责监督一系列政治犯 处决的委员会的成员 这一过去 让他在伊朗反对派中不受欢迎 并导致后来美国对他实施制裁 莱西在霍梅尼的纪论 哈美内伊的领导下继续晋升 一直掌管司法部门 2016年 被哈美内伊人命管理伊朗最大基金会 拉扎维圣灵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控制着当地建筑 金融能源等领域 据估计还拥有一朗第二大城市 马什哈德近一般的土地加之数百亿美元 这巩固了他在伊朗建制派中的地位 莱西于2017年首次竞选总统 但不敌成功连来被视为温和派的鲁哈尼 鲁哈尼曾监督伊朗与世界大国 2015年核协议的谈判 限制其核计划 以换取解除制裁 2021年 他卷土重来并成功当选总统 该次是伊朗史上投票率最低的选举 低于49% 当时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 单方面重启对伊朗石油金融行员业的制裁 重创伊朗经济 莱西领导的伊朗 就正处于公众对生活水平恶化感到愤怒的时期 部分原言是制裁和反对派所说的 国防优先于国内问题 尽管莱西在谈判中态度强硬 但伊朗和美国在2022年8月 就恢复和协议打成了共识 但随后被伊朗国内的示威潮中断 当年9月 伊朗女子阿米尼 因为为正确配的头巾 被宗教警察拘捕 记录期间死亡 事件引发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 伊朗女性组上街头的浪潮席卷全国 联合国特派团称超过2万人被关押 莱西也从不回避国际上的对抗 眼看制裁无法解除 挑衅的莱西宣布伊朗正在加强其核计划 在加沙冲突中 莱西也采取强硬立场 4月初 伊朗驻大马什格领事馆 遭到以色列的袭击 造成包括一名高级指挥官 及其附属在内的7人死亡 全世界都在等待德黑兰的回应 伊朗精心射击了一次袭击 向以色列发射300架无人机核导弹 用莱西的话说 袭击行动显示了我们民族坚定的决心 在直升机坠回前的几小时 莱西都在公众场合重申伊朗支持巴勒斯坦人 他表示巴勒斯坦是穆斯林世界的首要问题 直升机逝时地点 在距离大布里市约100公里的瓦尔扎坎山区 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画面显示 直升机坠回在一座山峰 同行另外两架直升机没有发生坠击事故 由于机身结构和用途等原因 直升机在遭遇严重事故坠毁时 机上来源的逃生更为困难 普通运输直升机基本不会配备降落伞 一些军用直升机的弹射技术 也不适合拥有运输直升机 这次坠击出了恶劣天气的影响 还可能错在美国 莱西所称直升机是美制贝尔212型 编号6-9-221 这些该型直升机可能是1976年 有亲西方的巴列维政权通过商业途径购买的 这种老型号直升机缺乏雷达 地形测毁和夜视摄像头等先见设备 这也是莱西所乘直升机 发生事故后没有信号传送的原因 伊朗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航空机队 长达数十年的制裁 可能是直升机坠毁的原因之一 因为伊朗的飞机老化 且性能不断恶化 自1979年以来 亦有约2000名伊朗人死于飞机逝世 由于以前伊朗多次指令以色列暗杀一方官员和科学家 并对伊朗实施破坏活动 2020年1月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苏莱曼尼曾被美国无人机暗杀 作为报复 伊朗当时还动用导弹 对美国驻伊拉克基地进行了打击 在确认莱西的死亡后 由以色列官员宣称 这不是我们干的 欧洲各国领导人对莱西之死基本保持沉默 与上周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克被枪击后 欧洲的反应形成新安民对比 伊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一直派该国第一副总统 穆罕默德·莫赫贝尔 在总统伊巴拉辛来西去世后 临时担任总统职务 伊朗和谈判首席代表阿里巴盖里 被认为代理外交部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巴盖里被认为是最高领袖 核心圈子的成员 而最高领袖是巴盖里兄弟的岳父 航空专家认为 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等伊朗官方的调查 需要对直升机的黑匣子 飞机维修维护 以及相关保障来源进行深入调查 不过部分直升机并没有黑匣子 科比遇难的直升机就没有 作为政要VIP专机 一般情况会配配黑匣子 以目前伊朗的影响力来看 莱西的坠机事件 恐怕多少会造成中东地区的一点动荡